隨即我們用味噌葉的銀雪魚 做西京燒 Mini 用蘿蔔 蓮藕 炮絲絲 我在這裡煮味噌湯 本來白酥酥的銀雪魚 用味噌葉醃了之後 好像鐵打的藥膏 連著弄出來 現在焗火 用480度的火 烤 半碟做牛榜 炒紅蘿蔔 吃之前加一點芝麻 讓它更香 還有牛片 用菇菇炒 燒到金黃色 有點焦黑 好像很棒 我試一下是否真的這樣 西京燒大功告成 有湯湯、拌菜和米飯 試試西京燒的方法 會不會好吃 我聽到聲音已經很好 原來我們自己煮 真的變得很好 雖然我選擇 也不是便宜 外面有少許 外面有多汁 銀雪魚的好處是 很油膩 應該整個嘴巴充滿粒油 這些 絲絲也不錯 沙絲酥色 然後我們來蒸一下 就可以了 很容易煮 很健康 這個蓮藕 我昨天吃剩的 或是忘記放的 帶子 有些薄脆 這個蓮藕也不錯 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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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會加上皮 皮真的會比較肥 很健康 我猜不到 只是用鹽 少許黑胡椒 味噌 醃過夜 然後又焗 好像這麼好吃 很棒 很棒 然後喝一口湯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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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味道 嗯 對了,新年隨即 素酒這個 不是這麼開心的2020年 而且是兩次2021 希望可以 大家新年快樂